當然是不能太大聲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真的 有一些人會有點太敏感 然後我有點不開心 對啊 就是曾經 因為我常常坐高鐵 去高雄昌雲林 或是去台中這樣 我每一次坐的時候 我會盡量坐上午場 我當然坐上午場的時候 我就是戴著耳機 然後就是聽音樂 練歌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隔壁有一位小姐 她就這樣子 不好意思 先生 你的音樂可以關掉 我已經戴耳機 但是就算你戴耳機 一定會有一點點的聲音 她就覺得這是上午場 你不能這樣子播音樂 這樣會影響到我 你是不是插頭沒有插進去 才知道是太大聲 我沒有 我沒有All by myself好不好 就是跟大家在一起好不好 而且我真的是 就是在聽我的音樂 也沒有到很大聲 因為我耳朵真的算是比較 敏感了一點 所以就是很小聲的聽我的音樂 但是她又聽到聲音 她真的不開心 然後她跟我說 你的音樂可以關掉 這是上午場 不能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這樣是對 我坐高鐵也不能聽音樂嗎 這一點我支持你 既然你都戴耳機了 那就是屬於你個人的私事 你知道嗎 沒錯 我也認同你這樣子 可是這真的沒有問題的 如果在日本的話 這個也不行 戴耳機也不行 我們有廣播電車上的廣播說 在耳機放音樂的時候 請小心不要開大聲這樣子 是 開大聲耳朵也受不了 對啊 耳朵會受傷 對啊 但是別人聽到耳機放的音樂 就不行 也不行 這個算是就不行 聽得到就不行 這個好像是稍微嚴格了一點 對 我不行 所以說妳覺得密閉空間不能夠 對 尤其是電車上 因為應該去日本的朋友 應該就知道 日本的電車上是 不可以講得那麼太大聲 安靜 對 很安靜 超級安靜 沒有人講話 如果講話的話 有點尷尬的氣氛 可是不知道這個事情的 外國觀光客 來那個電車上 然後聊天聊天 越來越開心 然後越來越大聲 然後我們就覺得尷尬 然後如果我的話聽到 偶爾聽到這個是中文的話 就覺得很可惜 因為這樣子的話 就對講中文的人的印象 就是他們有點是 講話很吵的那種的人這樣子 所以希望大家 所以妳希望聽到的是英文 對不對 英文就沒有關係就對了 哈哈哈哈